也應該跟出發局商量一下 這個計畫如果說這個已經被指定為古蹟被公告以後 我們有沒有可能協助地方把他的環境做一點infrastructure的保健 不然你再過了十年 它真的就會壞掉 那第二個就是說剛剛Jimmy也在講說 如果有一些房子未來不是歷史建築也不是古蹟 有一些構建有沒有可能局部的保存 然後你就會融到未來不管公園哪裡設計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尊重居民 那第三個就是說就整個設置島的開發 我也不曉得現在去發局他們的進程跟區塊徵收等等 可是你看這一塊公園其實就是公有地 居民等了46年47年 maybe到50年 可是他們還是不會看到這個留任何改變 那我覺得政府應該先針對公園做理 從五千萬億我都覺得值得改變環境讓居民知道說 他的需求會是什麼 那等到時間來了其實是在要重建或者是改造 我覺得這投資是值得的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沒有投資任何improve這個環境的實動 我覺得也是有貴於當地的經營 以上有幾點建議 謝謝郭老師的建議 事實上我們在分組團討論在消除團 我們也提到這件事情 事實上設置島的開發設置島的保存 它不是個案的都市區 這個個案的補給保存問題 而是整個都市計劃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也曾經在這個討論會裡面 提供很多意見的情 就是計劃在開發設島地區比較尊重 原來設島的一些習慣 包括過去的輪 跟包括剛剛那個人談到的情侶化 信仰等等 這個都是需要做出這個計劃來做的 那好在這個設島地區 對於它的公園還是當地區 那我們希望這個設島 雖然有一個更新的都市計劃 那是否針對它的公園的保存問題 我們必須還是要把它當地保存 那我想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建議就是剛剛郭老師的建議 我們大家都有附帶去意 再來請都市計劃在開發設島 充分的能夠把文化區域 把當地的一些不形文化 或者當地的一些制度 當地的一些特性的文化 都多樣形的一個報徵 而不是第一個全新的文化 開發 所以我建議就不在於 邱老師 我會補充一下 很多年前 我跟張文哲老師 已經指定了一些文化制度 現在下落的 我們不在於現狀化制度 所以在談這些的時候 我覺得 暫時會可能是不可能的 那至少我們是不是可以 不要只記得這些新聞 法在最文化方面 應該是我們業界發明的 所以只是我們在談這些的時候 並沒有到過 人先已經被指定的地方 去看在現狀化上 我覺得這非常地異性 謝謝老師 實際上我們這個 我們把設施島開發的 一個新的主要計畫 與其我們把它叫做新的主要計畫 然後我想這個我們還是 因為目前是在 讀計畫三位在追蹤這次 但我們也希望去看我們畫群 能夠充滿的提供全身 把整個 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今天其實那個 我們以大概這20數的 文化市場價值的 就是裝備料 所以老師我也覺得 好像原先保準 要有今天 留下來的將來做 那那個部分 另外第一個 在王老師的報告裡面 其實除了補償 在期末或其他提出的 建議方案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部分 其實現在 接下來 我們已經認定 有價值的部分 那是其動 加上原先的舞動 是12 那都會做修復在內的計畫 跟一個類似像保存計畫 這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 到最後就會提供那個 都發主作 都市計畫的 調整和變成 那都會在接下來的 步驟裡面做 做安排 那老師也發現原先的舞動 其實都在公園裡面 都已經在公園裡面 那這七棟的部分 就是接下來 大概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跟大家說明 就是無形文化資產 它是在另外一個委員會 所以它不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那現在也在做調查 等等的工作 那這些到最後 其實在整個保存計畫的討論裡面 還要麻煩委員出席 還要參與體驗 謝謝 好 那剛剛郭老師有提到一些 有關這個 我們將來會猜到的問題 那這些是否能不能再介紹 來 變成一個倉庫 把這些 這個整體來講 再研究看看 因為它整體是有很多工廠 我們也需要一個地方 就是萬一有民地 或是有些材料的 好的步驟 來看看你們的遊行 好 我們也希望這個 剛才是說 後續的這個 這個計畫 會很近 不要太晚 那些計畫 好 非常謝謝 那各位沒有您說 我們今天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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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D